4000万的门槛其实取消会比较好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可以讨论很多说 那重购退税 因为在财政部的案子里面 他对于重购退税的概念是 他没有界定你拥有多久之后 你才可以重购退税 也就是说在独立增值税的逻辑是说 你第一次重购退税 你得要持有一年以下 你才可以试用重购退税 如果你要第二次重购退税 你得拥有5年以上才可以 这什么意思呢 就让这个制度让大家不会 我用短期不断的炒作 但是我不断的用重购退税的方式 在讨论这个税子 但是财政部在现在的这个 现在规划内容底下 他没有去处理这一块 那所以说你会建议说 其实重购退税 还是要有一些时间上面的一些 门槛的限制条件 才会避免他假借人头 来做这种不断的重购退税的操作 那当然另外一个是短期的加税 跟特销税 就是社企税 他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交换 当然这个合理的交换 需要大家讨论和有共识 现在当然财政部已经用一 两年内交易的是30%的税率 是已经比较高了 是已经比较高了 那大家就觉得说30%不满意 爽不爽 还是要到40% 但是真的再高 在立法院那边就会很不容易通过 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能够调整的 约略啦 我们现在跟财政部沟通的过程底下 约略感觉到是可能可以调到35% 所以还有一点点空间 好那另外基本税率呢 概念上应该提高到20%或25% 税率税率应该提高 以10或15为一个最低税率的门槛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17到3.4嘛 台湾部现在的版本 那其实我们大概跟财政部沟通的状况 大概17调到20 应该会在财政部接下来提出来的修正方案里面 应该会有这个动作 而且呢它也不会逐年降 降到3.4 大概会切成3块 也就是前两年 可能是30到40之间 然后第三年到第10年 大概就是20%的税率 第10年以上 大概就是10%的固定税率 所以它是三阶段的固定税率 的模式会是这样 当然这样的模式呢 会比现在这个版本 税率再高一些些 没有高很多 但是这个一些些 某种程度上叫做 多赚的 就是我们在制度改革底下 多赢一点点回来 多抢一个地盘回来 那也当作 所以公平再多被补强一点点 大概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很难期待说 我通通要给你磕很重很重的税 虽然我也理解社会上有相当的声音 也觉得说 这些人都是草地鼻的嘛 又赚那么多 你磕个满是80 都是合情合理的 这叫做涨价归功等等等等 我可以理解社会上 他有这样一个呼声 但是没有 某种程度上 他在所谓的可行性 实务上面 他确实比较难 用这种方式 今天除非我们的总统跳出来 涨价归功是国家既定政策 如果有这种东西 那有可能 就像好不容易 不小心马英角总统 在好几年前讲了居住正义 就真的有些东西被搞出来 虽然说他未必是真的有心要做 但是这就是国家上位的政策逻辑 那当然长期的标准 当然我们要讲说应该用10年 那这个部分大概陈政部都听进去了 因为这从涵价归乎到现在 其实经过非常非常多次的内部沟通 那原则上我们的一些建议他们都听 有听进去了 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些 我们建议改变的一些版本 有些改变的版本 要不然我就先不多说了 原则上是这样的 我们贴了几个方案 一个方案就是固定税率 反正20 不管你短期长期 通通是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方案是 第一年到第二年是三十五 三到十是二十五 11年以上是百分之 这边这应该是十五 这边没有打好 那边板是十五 那这是行政院的版本 当然这个东西只是 我们当初在做一个不同制度底下 不同税率底下 它可能产生出来的一些 租税效果的影响的比较分析 那细节其实就是 刚刚我讲的一些改变方案的一些调整 那在这里面是让大家看看说 到底现在税 我们说它没有改革之前税很轻 那到底是多轻 那我这个资料呢 是用新易房价指数和公告独立限制的 过去十几年来的调整幅度 当做基础来计算 它有点接近真实啦 那计算的时间点是用2014年的年底 当做基础时间点 那也就是说 在假设现在是2014年的年底 那你卖了一个 你持有一年的土地或房产 基本上你是不用缴土地增值税 也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土地增值税在一年内的交易是免税 因为它公告限制还没有调整 是免税的 所以它都持有第二年以上 那才会有土地增值税的问题 所以说当你持有到满13年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土地增值税的实质税率 占它实际获利的比例 大概一般来讲大概在5% 6%左右 当然每个限制不大一样 因为它公告限制的调幅不同 高雄算是调最轻的 所以真的花妈要加一点 那这个部分看起来大概就是5% 6%是土地增值税的实质税率 那如果我们再把所谓的房屋财产交易所得税 加下去的话 大概会再增加0.25%到0.5%的实质税率 所以没差太多 这就是实质现在 卖房子的人 卖土地的人 它真正负担的税负 也就是说大概在6%到8%左右 就是你赚1000万 大概缴60万到80万的利益税 那我们都知道 房地产人赚的钱都是大数字 我们所得税最低税最低都5% 你不小心赚到100万就要缴到10%了 所以我们劳力所得要缴的税 本质上就以币 土地政税轻很多了 那当然有人会去另外做比较说 像我最近我收到汽车牌照税的税单 我现在1992000cc的嘛 要缴12000块左右的税 一年一台车子要缴1万多块的税 那如果说你拥有一间 价值1000万新台币的房子 一年大概缴的税 大概是6000块到1万块之间 你有1000万的房子 你一年要缴的税就是几千块钱 那我有一台十年的 2000cc的老车 我一年要缴1万多块的税 当然那是持有税的问题 那这是立刻税的问题 所以我们两种税的税幅都非常非常的轻 好,那我们这样讲说 假设用行政院的版本 用它现在规划的37B-4的这个模式的话 那到底改善了多少 说实在话已经有效果了 你可以从刚刚讲大概6到8之间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在16到14、16、18左右的这个税率 它大概将近增加了一成左右的实质税幅 以财政部现在的版本 大概就增加了一成左右的税幅 其实当然有一定的效果 那你只觉得说 这样够吗? 那例如说我这边提到另外一个改良版 是35、25、15的版本 它大概讲的税就会跳到大概23左右 又比这个版本再多大概6个百分点左右的税 那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 大家对我们来讲说 对啊,没错 这个会比那个再公平方向移动一点点 那当然如果说你用固定税率的这个版本的话 就是20% 但是严格讲 已经差不多了 严格讲 其实这几个版本之间的实质税率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在的制度 往新的制度改革的过程底下 我们用不同的逻辑下去算 它大概就会增加10到15%的这个实质税率 简单讲就是这样 再差 就是最后只是大家在瞧 我要不要再多要一点 还是我少要一点的问题 所以说这样的问题 就会在实物上面 在整个立法实物 或者是跟社会 或跟政治团体沟通的实物底下 它就会进入到 可行性的问题 大家哪一个版本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最后写上的结果 是比这个再高一点点 比这个再低一点点 就是20%的概念 就是有点回到这个结果 但是呢它的模式不是固定税率 而是什么 短期叫做30或35 长期叫做10 中间叫做20 它会是这样 那某某人你也可以说 这叫做朝三暮四的游戏 重新包装一下 让社会上觉得 比较舒服一点点 短期的睡真的比较重 中期呢 比较重了一点点 长期也不会低到太厉害 再加上肌肉会比较好 但实质上 真的没有差太多 真的没有差太多 好 当然这只是再稍微加减一下 他们彼此之间的落差 这个就是参考一下 好 所以说 我们现在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我这边强调说 用行政院或财政部现在的版本 来进行修改 也就是说 理想上当然是用所得税的催泥集聚 叫做最宫廷的版本 但是其实财政部刚开始推出来的版本 也是这一种 后来是因为 他要去行政院 跟毛院长做简报 他先自己挥箭 就把自己挥掉 然后去做了现在这个版本出来 但是说实在话 现在一个议题就会变成是说 因为财政部的版本 已经announce出来这个社会 其实就整个社会 绝大大众而已 大家脑袋瓜已经印下去了 那个分阶段的比例税的概念 分短期中期成绩的比例税的概念 所以今天如果说 我们在做这个税制改革的检讨 我们说我们还是要公平 要回到所得税的那个税率集聚的话 那背后的那个重新的 说服游税和讨论的过程会很长 反而会让这个制度在今年可能修法通过的机会 就会被打了很大的折扣 所以说某种程度上 这个逻辑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 政治现实的妥协 其实我在妥协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在FB上也被人家骂 所以花心群 你转弱了 你退缩了 那我就闭嘴 我也没什么好多说 好了 当然我刚才讲说 其实 限定税率大概是5到10 限定税率大概17 改良版大概23 同时7到23 当然你把它拉到20 这就是一个 台湾接下来主要走的这一步 那当然另外一部分 其实税率是一件事 但是重点就是日出条款 我们要尽可能再往前挪 所以说我本来跟财政部协商是说 我抛10年 你要往前挪10年 财政部说太长有困难 那就有些人说 不然我们再折中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里面就是这样一种结果 那5年下去就下去了 但是跟各位讲 这个东西下去之后 短期和今年的效果 跟明年的效果 就会不一样 假设今年 因为预期大概4月 就会修法 财政部的版本 大概新版本 大概在月底或4月初 就会送出行政院进到立法院 就要开始进入实质修法的程序 那因为这个会期也时间没有太长 接下来又要选举 下个会期因为是预算会期 大概也会去碰这些法案 所以一定是这个会期绝杖 这个会期绝杖 那这个会期一旦好 假设4月通过之后 我刚才讲 4月通过之后 到明年政治实施之前 抛售草就出来 就是说 如果你有往前做日出条款的话 在这个日出条款的范围内的 买家要赶快获利了结 因为他在这段时间获利了结 他就不用缴明年开始要缴的 比较重的水 所以说 抛售草会出来 价格会开始低 当然背后就是日出条款越长 那个压力就越大 日出条款越短 今年的压力就会越小 但是明年一开始 房会量缩 因为明年开始面对薪税 所以大家就躲起来 我这个时候卖 要夹不夹中的水 所以我就不卖 所以明年的房地产市场 会再被压缩 那个成交量会被再压缩 因为交易所就是这个效果 他就是会 不管你税重税轻 他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避暑 所以明年一开始的 那个交易量会 然后又会让房价 一种是会让房价有一个往下的压力 但是又因为大家会 你会到了明年 你会听到建商的另外一个说法 或投资客的另外一种说法 我现在房地产所得税加重了 所以我租税要转价 所以我应该房地产价可能会涨价 这也是理论上合情合理的论述 因为本来就会有租税转价 所以那个时候要看市场景气 市场那时候如果不景气 转价效果是很难发生的 所以说他还是会再加上市场的避暑 所以他会让价格继续往下压 那如果说那时候市场相对比较乐观的 假设说经济成长率突然间怎么样 中华民国央行又开始降利息干嘛 说另外一波把价格拱上去 所以说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要到事后 我们到后续再来观察 但是我相信 我刚刚讲的后面那个状况 比较不会发生 因为总统大选在一起 所以说 我的判断是明年的房市会比今年还要长 今年已经有点长 明年会更长 明年会更长 那其他的我就不多说 所以说我们整个改章的版本大概就是 把税率调升到符合民间一般认知的合理水准 然后向前延伸日出条款的时间 来立即发挥注税的功能和补强注税争议 然后改善一些支用的优惠的后门 避免这些争议 大概我先把今天针对财政部这个税制 内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以后要是有什么 或等一下大家对于整个全面的税感 或房市的各种问题 我想大家不要客气 我们再接一步讨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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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